大家好,欢迎来到Lisa聊理财 在美国,信托作为一种既古老又灵活的资产传承工具 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光注和青睐 但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它高深莫测 对它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 更谈不上充分利用了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信托 它有哪些主要类型 各有什么利弊 有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 您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它来做资产传承了 那什么是信托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有法律效用的信任托付 它确立了委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 将资产转给受托人管理和分配的规则 在信托中有三个重要的角色 它们分别是 第一,委托人或设立人 英文称为Grantor或Trustor 它是设立信托的人 第二,是受托人或者执行人 英文称为Trustee 它是对信托中资产进行管理和分配的人 第三,是受益人 英文称为Beneficiary 它是信托财产的受益者 委托人设立好一个信托后 将资产转入信托 受托人则按照信托规定对资产进行管理和分配 当委托人在失去行为能力或过世后 受托人将依照信托规则将资产分配给受益人 信托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委托人过世时 遗产可以避免法庭认证 省时、省钱 还能保护家庭隐私 信托的第二大作用 就是委托人可以设立详细的章程 来规定资产的管理和分配 比如可以规定遗产在什么时候 符合什么条件 按什么比例分配给什么人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遗产被很快地花掉 败掉、离掉、告掉 信托还可以用来传承某些家庭理念 比如重视教育的家庭 可以规定考上大学、研究生能得到多少奖励 重视创业的家庭 可以为初次创业提供多少资金奖励等等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信托就像是从坟墓里伸出的遥控器 对身后资产仍然能起到保护和控制的作用 信托根据用途不同 可以分为很多种类 最常见的有两大类 一类是可撤销信托 另一类是不可撤销信托 那么可撤销信托 英文称为revocable trust 顾名思义 这种信托是可以随时修改内容 甚至整个被撤销的 委托人保留对资产的控制权 所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但是因为资产与委托人不隔离 所以信托资产仍有可能受到债权人的追溯 当委托人过世时 这些资产也要被寄入遗产 不能减少遗产税 不可撤销信托 英文称为irrevocable trust 它与可撤销信托刚好相仿 它一旦设立 通常就不能再修改或者撤销 委托人将财产转移到信托中后 就完全与资产隔离了 所以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追溯 过世后也不算入遗产 可以有效地减少遗产税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 委托人失去了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也失去了对信托进行修改的灵活性 而且如果资产产生收益的话 税率将非常高 比如2024年 只要有15201块的盈利 税率就高达37% 所以不可撤销信托 如果做得不好 有可能得不偿失 如果运用得当 则有可能节省大量遗产税 大幅度提高资产传承额度 之后我会专门录制视频介绍 敬请期待 我是家庭理财顾问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我每周都会发布一期跟家庭财务相关的视频 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千万不要错过哦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